罕见,梅西从没想过欧冠遇到的劲敌,竟是十年前一起上网的小孩欧冠接木战将要打响,在首先开战的球队中,有一场比赛引起了国内外媒体和球迷的重点关注,那就是西甲豪门巴萨对阵和蒋豪门埃因霍温。 这场比赛,巴萨首先坐镇主场迎战和蒋豪门,对于埃因霍温的前锋洛萨诺来说,这场比赛对于他来说具有重要意义,尽管他身批埃因霍温的球衣,但是他从小的梦想,就是穿上巴萨球衣,如今对阵巴萨,如果有好的表现,说不定被巴萨看中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。 而更令人惊奇的是,埃因霍温的另外一名超级新兴地分贝格文,也是巴萨的谜地,值得一提的是,他至今还保留了自己十年前与梅西的合影,但是贝格文才十岁,在一场巴萨对阵来万特的比赛中,巴萨无比一大胜对手,而当时贝格文与他父亲住的酒店正是巴萨球队下榻的地方,当时贝格文在酒店上网, 恰好遇上了梅西也在,贝格文就像谜底一样希望与梅西合影,梅西当然恨得意接受了,当时梅西也只不过是二十岁出头,在巴萨还初出茅庐,留着长发更像是失足于网络的忧郁少年,十年河东十年河西,如今梅西早已在巴萨混得风生水起,也成为了世界巨星,成为了新时代的球王, 而贝格文十年后也成为了埃音霍温超新星,年轻有力,四值边峰,本欲为荷兰足球未来新的希望之星,如今最近五场比赛打近四球,作为才二十岁的年轻人在顶级联赛成为球队核心,可谓前途无量,此一一战,他也是必是巴萨后房最为头疼的球员, 而梅西想都没有想到,十年在酒店一起上网的小孩,竟然如今成为了欧冠首场最强的劲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